好我們繼續來關心的 就是有關於報復性出遊了 就是因為在屏東的華僑市場 和高雄的新達港 今天都湧入了不少民眾 都想要來採買中秋節 烤肉的海鮮食材 另外高雄迄今 同樣也是遊客很多 不過卻有民眾玩得太開心了 忽略了防疫的規定 明明不能邊走邊吃 有遊客卻是一攤 吃過一攤 還有人擠成一團 排隊買東西 似乎也忘了 室內一點五公尺 室外一公尺的社交安全距離 搭上渡輪才剛靠岸 遊客們迫不及待的往外衝 中秋連續假期第二天 來騎金的人潮比前一天還要多 這位夫人用推車帶著小朋友出來逛 兩大袋的戰利品掛在推車上 還有母女黨推著毛小孩出來 看到人潮回籠 店家比誰都還開心 拍攝四個位 我早上開始拍攝 海鮮餐廳前 圍滿了等待座位的客人 因為人潮實在太多 人與人 世外一公尺的社交安全距離 難以遵守 鏡頭也捕捉到 有人違規邊走邊吃 這位小姐和朋友忘我聊天 脫下口罩一路品嘗美味 而這位穿著黑色衣服的小姐 則偷偷把手中的飲料拿來喝 有些還是會邊走邊吃 沿路吃小吃一路吃過就吃很飽 民眾不是故意要違規 卻不小心忘了不能邊走邊吃的防疫規定 炎熱天氣下 其今海水浴場也都是遊客 大人帶著小孩來海邊玩水玩沙 還有比基尼辣妹現身超級養眼 高雄新打港人潮同樣很多 口罩戴好保持社交距離 工作人員拿著大聲工不停宣導 要民眾保持社交距離 也派人在出入口幫忙噴酒精量體溫 盯緊遊客有沒有確實做到食連制 熟食去攤位前 食物和顧客中間也都圍了遮罩 內用區擺了梅花座位 讓遊客不用冒著邊走邊吃的風險 坐下來大塊朵移 為了中秋大餐 不少人專程來新打港買漁貨 另外屏東華僑市場一樣人氣很旺 很忙 沒有 中秋姐今天要幹嘛 泰國蝦袋可牡蠣是買其最旺的烤肉聖品 民眾穿梭在小小的走道上 得側著身子才能過 廉價第二天來客樹倍數成長 為了最新的嗨味沖一波 記者郭旭輝王本地許成為 SNG小組 屏東高雄報導